花花,你在干嘛? 我在弄这个枯萎的花呀,把它拔掉 你上次不是说等它枯萎的时候就把它给包开 然后里面不是还有花吗?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弄 我来了,就先不弄了,等我走了 我不在的时候再播,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因为,因为我在的话,它里面的花,它就展示不出来了 它就不拧了,所以我不在的时候再弄,好不好? 这个,正好有个事情跟你说,看一下这个 先把花放下吧 不,不可不啊 对,翻开看一下 是不是多了一个人 你上好了,虎哥 对,上好了 开心吧 开心,开心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我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 就是 我跟你说了,你千万别生气 因为,因为我去上的时候 它需要双方的户口和身份证 才可以 所以的话,我为了把这个事情办好 前几之下 我就拿了我自己的冒充是你老公 然后,才把那个事情办好 你,你不介意吧 真的? 真的? 我当时不介意,我当时不介意了 但是这个事情不会让你为难吧 你,你这个事情对你好吗? 这没事,我没事,我没事 只要你不介意就好 反正咱们,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嘛 对吧? 我不介意,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我感谢你都来不及 我怎么会介意呢,好哥 你看,你一直都这么帮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 嗯,你不知道怎么感谢我 嗯,再想一想你要怎么感谢我 嗯,你说吧 你说,我能做到,我一定会 那,那我来说 嗯 嗯,我来说的话 我是要说真话的啊 啊,没说话 嗯,要不你以声相许吧 啊 以声相许 你不是说要感谢我吗 哈哈 又拿我开玩笑 电视,电视上不都是那样说的吗 我,我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啊,好哥,我先给你倒杯水吧 你坐着 哦,好吧,好吧 啊,好哥 哎 喝水 好,谢谢,谢谢 我又不肯定跑去给我倒水干嘛 嗯 嗯,就是故意去倒水的 先坐吧,先坐吧 嗯,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你先坐着 嗯,就是 那个,现在 你也不是快出月子了吗 然后,孩子也快满月了 上次那个事情不是说 等出了月子的话 就要那个吗 然后 你是怎么想的 要不要给他 还是说你自己自己带 怎么想的 给他 嗯 这个这个事情 啊,好哥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 还没想好吗 没有想好 你觉得那好哥 你给我提的意见吧 嗯 我 我的建议就是 我都听你的 我都尊重你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做 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 嗯 我就是你 你最大的靠山 嗯 当然 网上呢也有很多朋友 给我 给我给你 然后呢 提了很多 不同的建议 然后呢 其实大部分人 都说让你留下来 当然你说你也不要担心什么 就说 三个孩子了 然后就说 嗯 带不起啊 养不起啊 不用不用操心这些事情 反正一切有我 你 你再好好想想好吧 等你 我再想想吧 嗯 等你然后呢 想好了你就跟我说 反正你想留的话 咱们什么那个就是户口是上在你那里的 现在 然后呢 嗯 反正 没问题 好吧 只要你想留下来 嗯 那个 我下午还有事情 我就先走了 小花 嗯 你把这个就是 花 一会我走了 你把它处理一下 一会就可以看了 一会就可以播了 好吧 我 我就走了啊 那你不坐一会 不坐了 我下午还有事情 嗯 我就过来看看你 那我就走了啊 拜拜 啊 你不用送我 不用送我 坐着 坐着 走了啊 那你慢点 嗯 拜拜